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不想看筋 不想...那就不看呗 也不想打坐 又不想看筋 又不想打坐 打坐打出来的时候就感觉烦 那你想干啥 还有小子可以抱 对啊 对啊 那你就去参加工修 就是强迫之心 工修就是... 在资料里面还能打 有工修比如说公司有加了有活动啊 一起的每天几个小时的禅修啊 闭关啊 这也就是我们没有法省嘛 就是大家有时候不想做 就是... 就是... 就是只是... 哎呀... 对佛学感兴趣 但没有法省 就是没有说... 看了这一句话 突然...哇... 毛色洞开啊 就还是... 法省充满的那种 所以... 嗯... 嗯... 觉得好像有道理 来自过就这样 嗯... 屋成的很多事啊 很多习气啊 都在 也是生不起那种心吧 嗯... 壮传佛教 壮传佛教 你去... 你说啥壮传佛教 你主要有一个吸引你的东西 比如壮传佛教 很讲神通啊 神病啊这些 你可能很开心 哎呀... 跟着他没做 为了... 为了求这个也没关系 只有一个... 你需要有一个... 闪闪发包的东西 你就废了什么 人刚开始休息啊 或者做啥 他是一定要有个东西 把你绑筋吸引的 嗯... 没有你就不想... 不想做 你又没痛苦 又不想解脱 又不挣扎 哇... 啥也... 所以就这样 所以这就是福报大嘛 就是福报大 不想修行 没什么想修行的 你... 你不像现在说是... 哎... 你... 你... 你很痛苦啊 你急去要想 从这种苦难里边挣扎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嗯... 对这个佛教的信心 如果一旦退化了 这种子很害怕 退早了 对啊... 所以说我现在在此时 我是真的想 把这个信心提起来 嗯... 往前冲一下 嗯... 上个平台 非常... 信心咋能提起了嘛 信心不是那么容易说 我提起来就提起来 没机器就是没机器 你看着自己这个状态嘛 就这个状态 然后... 就跟那个身体 跟那个年龄组长 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嗯... 我觉得与生活的安逸程度 与生活有关系 这种出缘 出多年的缘不多 嗯... 不过我在那里... 就感觉不到不自在 就原本现在感觉到不自在 嘿嘿嘿 家里想出来 家里孔着他 还出来吧 又要考虑各种问题啊 经济问题啊 家儿工作问题啊 事业问题啊 孩子那些教育 这个... 这个问题多 他就困住他了 他就... 他就觉得休息不自在 这种不自在呢 他也会能导致他 他想解脱 他想自在 那你就没有 你又没有家 又没有孩子 一人去保缺家 不可以全世界不全非 就是... 福报大嘛 福报大... 就... 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 就像师父 你们都是... 经历过感情的 还有经历过这个... 家庭啊 这些... 嗯... 你不要羡慕这些 这些... 不是我羡慕 这些不自在羡慕 这些是没办法 我觉得如果是让我... 把我冒进去 痛苦死了 我觉得那些东西... 那我们要痛苦死了 那我们也是痛苦出来的 我们也是另走出来的 那那怎么办呢 那都面对啊 你啥出去也都面对啊 我觉得... 这事... 我的意思是... 这些东西不经历他 嗯... 以后会不会... 还会被牵引 挺害怕的 这东西... 挺害怕的 不像你们很坦然 哎... 我只是觉得... 这些东西... 会不会成为你的一个... 嗯... 智慧圆满之后的一块 不会 一个缺失 每个人... 其实也是不会的 没关系啊 真的没关系 每个人... 有的人... 从小出家... 人家也走得很好 解脱得很好 嗯... 生生世世很多人... 每个人的姻缘不同 出家姻缘... 成道姻缘... 都... 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 按你的角度指 按你的漏肘 嗯... 但目前我发现... 你心态还蛮好的 这种安然自在啊... 嗯... 还蛮好的 嗯... 逐渐的在... 空性正经间才圆满嘛 就是见地上... 嗯... 你在寻找什么 他觉得那些呢... 这就像... 罗侯罗当年... 他也是个... 就是年轻孩子... 他... 他也没烦恼啊... 他... 他怎么修啊... 他觉得他... 没捆他的东西... 他也挺自在啊... 罗侯罗... 他十六... 十五六... 你说跟着佛陀... 他很小的小孩子... 他没可修... 没欠什么点... 是吧... 佛陀就让他出呼吸进入... 就觉着我... 关注呼吸嘛... 嗯... 或者就是... 因为呼吸... 你肯定知道... 你出气吧... 别人他不知道嘛... 他又没体验... 他又没什么... 不痛苦... 不烦恼... 一个小孩子... 你说他... 你要他怎么样打着呢... 他就走呼吸这条路... 对吧... 他就呼吸... 他是知道的... 别人不知道... 但当时... 那个僧团的人家... 整体上... 有很多阿罗汉嘛... 那些同学道友... 实在太厉害了... 就像木槿里啊... 佳瑟宗哲啊... 还有舍利弗啊... 那些人... 都真的是... 要定力... 要定力... 要... 品质里面... 都摘着那种... 蒸蒸铁骨的... 都是人家那种... 尸瘦的... 他看见那些... 师兄们... 他就想修行... 就觉得... 人家看见佛陀又... 放光的那种... 就很多人就愿意...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 师父也是这样子... 师兄们也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 大家... 那个求道的心... 起不来... 都去哪儿都是这样... 然后... 生团啊... 嗯... 就小孩子进去... 要很精进的休息... 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 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 怕... 丢掉这个机会... 没关系... 你就说... 慢慢走吧... 没关系的... 不怕的... 就是... 慢慢就这么走... 就是这样子... 能修多少... 算多少... 哈哈哈... 你是一定要... 今生成佛... 嗯... 八岁日你走... 会走的... 这是... 只是一个... 时间问题... 你只要... 你只要心里有这个事儿... 你经常会关注经典啊... 那个... 去... 接触道友啊... 跟善知识聊天... 会...会... 问一些... 就是生命的... 去用佛的... 虽然你说... 比如情感的问题啊... 世俗的问题... 你可能... 但是你跟佛学老师... 大家在聊的时候... 他用的是佛学的支界... 在跟你聊啊... 所以你... 不自觉的... 又把你导到佛学上了... 所以... 所以就这样子... 其实也... 还是在修行道上... 也没出脑修行道啊...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现在不愿意去... 全国各地... 也... 有时候拥有啊... 去这个寺院呆呆啊... 去那个寺院呆呆啊... 去那个寺院呆... 所以这些... 也都是喜气了... 大家常年里面... 以前都修行人了... 经常就... 再往寺院... 溜达... 去... 都是喜气了... 但是... 但是这些喜气... 也是住的住院嘛... 就是... 去哪个... 去哪个... 有出动嘛... 也会... 嗯... 我觉得还可以嘛... 嗯... 不小心就... 坐着呢... 看自己能不能爱心... 到不爱生气的时候... 为什么不爱... 这也是修行啊... 绝招嘛... 修绝招嘛... 你能从早坐到晚... 坐在这个凳子上... 真的很安心... 这个房间一个人... 也没有活着就证... 你能安住吗... 觉得这个世界是... 时空是个假象... 你的六根六成都是假象... 都是真心的冒险... 你如如不动的... 你去哪儿也... 你没动过... 你如如不动的... 便一切除嘛... 你能... 就坐在这儿... 你能有这种感觉嘛... 这不是修行嘛... 嗯... 还有... 还有怎么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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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